这一念 顿性 念念顿性 念念都不一样 所以它不是真的 包括祝福 舍报庄严徒也不是真的 我们在华页里面才明白了 祝福舍报庄严徒怎么来的 无事无名习气 没断 那个波动 机器威胁波动 如果 无事无名习气 没有了 经常讲的到妙觉位了 妙觉位习气就没有了 妙觉位在哪里 妙觉位你看不见 妙觉没位 回归自信了 回归长济光了 这就是科学家讲的 怎么就会不见了 没有了 回归长济光了 那么长济光起不起作用 起作用 作用可大了 射暴徒的起作用 众生 无论是肉体 无知 或者是精神 所以佛家讲这个 五蕴讲得太好了 色手相心事 这五蕴 长得真好啊 一列微尘里面 都包含了 色手相形式 色什么 物质现象 手相形式 精神现象 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 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会放开 有物质就有精神 有精神就有物质 永远分不开 所以再细小的 这个物质的时候 它都有精神现象 我们摆在这张桌子 我们齐心 它知不知道 知道 它会看 它会听 它有感受 它懂得人的意思 不是 蒋本波斯 试验的水 试验出来了 所有物质现象 跟水一样啊 你现在没有把它 测验出来 统统有啊 你尊明白之后 普贤菩萨那个 离尽住佛了 你才真正体会到 那个味道 一切恭敬 对一列微臣都恭敬 我们不能少它一列 为什么呢 它跟我们自信之一体 没有它 我们全部有了 一有全有 一目有全没有 一样东西没有了 统统都没有了 一线一齐线嘛 一齐嘛 不二嘛 这是四十真相啊 就诸法诗像啊 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了 那一根小草 一片树叶 一列微臣 一滴水 都要合掌称赞了 那什么 发心 像不一样呢 性完全相同啊 没信哪里 信在哪里 信在想中 信像是一 不是二 你说对人能不恭敬吗 能有傲慢心吗 能自以为是吗 错了 那通通是 深烦恼 气烦恼 造罪业 第三经上 下 一言 辅提众 深 其心动念 无不识罪 话将在真 一点都不加 谁不造业 真得发生的人 不在造业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经历 经历上讲 亲近平等学 他得到了 他恢复 恢复正常 那恢复 亲近心 见识烦恼断了 亲近心 陈沙 烦恼断了 平等心 无名烦恼断了 不起心 不动念 却先起 却是大扯大 明信 接信 不造业了 这么个境界 住哪里啊 住十报 状元徒 极乐世界 住念佛三美 所以念佛三美 称之为我 道理在此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